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不知道該不該問 但還是要問 李懿說你們好像 一個禮拜沒有講話了 他問說請問這次 叫做冷戰嗎 那李懿問說你有什麼話 沒有 沒有話要轉答給你嗎 也就是說夫妻之間無話可談 那我把謝正武律師的電話給他囉 等一下 缺何不缺 李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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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說冷戰總要有一個極限 冷戰要離婚嗎 對不對 有的人是不是 不是 有的人是今日是今日必 那謝律師覺得可以來做一個調解 不一定是要走上那一圖嘛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就是 開宗民意聊的就是冷戰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請到了三位最會冷戰 曾經跟對方長達15年 都沒有講過話 行頭陌路 這真的太久了吧 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過我的獨木橋 完全沒有 井水不犯河水 歡迎三位女人團 當然我們這邊的聯合國行男 也不是好惹的 他們冷戰起來也是沒完沒了 歡迎他們 今天我們六位各國行男 將與大家分享冷戰的經驗與狀況 而台灣行男高山峰與阿布 又有什麼冷戰的經驗與時機要分享呢 我覺得前排的戰力很夠 後排四位 後排怎麼樣 只有一位有戰力 其他三位都好像很遜耶 馬丁覺得感覺就是聽老婆的 對 斯汀覺得吵架喬不贏人 法比歐 法比歐中文又說不好 對 那只有賀少俠我們的強棒 對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一一為各位 解開這個冷戰的謎團 小梁哥 是 節目錄了多久 這是我們第一次 穿情侶裝 超羨慕耶 剛好 什麼好意思 而且我們的顏色是 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要來問一下 為什麼那麼愛冷戰 你們冷戰有什麼意義嗎 不是 應該是要問男生 看看你今天的服裝 如何跟人冷戰呢 怎麼冷戰得下去呢 對啊 你今天服裝到底 沒有 應該是要問說男生為什麼要那麼愛冷戰 因為你晚上都不穿這樣子 對 好 我們來舉個牌 如果他每天 誰看到不會打冷戰 對 如果他每一天穿這樣 他是你女朋友 你會跟他冷戰的情侶圈 不會的情侶差 不會嘛 都不會啊 應該是 我們很好溝通的 對啊 很簡單好不好 很簡單 賈斯汀你不要說謊 每天我女朋友穿這樣嗎 對啊 給你看而已 就給你看 給我看 對 好 我們也說服了最後一票 對 老劉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像我是覺得男生很奇怪 因為男生常會有個狀態 因為以我的個性是 如果我跟男生之間有爭執 有感情的爭執 一定是男生有問題被我抓到 比方說 晚上有莫名其妙的訊息 或是電話一直來 然後我可能就會不開心 但這個時候男生為什麼也要不開心 他也要冷戰 然後最後我就發現說 原來他被抓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在冷戰的時候 他是利用這個冷戰的時間 然後繼續跟那些女生 繼續曖昧 然後就是再鋪一個 要跟你分手的梗 因為已經被你抓到了 不是 你都已經穿這麼性感了 對方冰淇淋是有三球 是不是 搞不好對方不穿啊 或是對方是可愛型 可能跟我就是不同路數的 也有可能 如果他跟你冷戰 你就穿這樣 然後跟他說 晚上我要去夜店 他一定不跟你冷戰 他一定跟著你去 你現在教我絕招是不是 對啊 好 我學起來 換靜雯咧 我覺得男生就很奇怪 有一次我很生氣 是我跟我男朋友 跟朋友一起去聚餐 可是我男朋友的事情 比較晚來 那我先到的時候 我剛好到餐廳的時候 我就遇到一個 我的前男朋友 可是是很久很久以前 八百年沒聯絡的喔 那就是打個招呼 那我就去跟我的朋友吃飯了 那我的男朋友就後來來 那因為我也其實也是忘記 沒有想說這件事沒有很重要 我也就沒有跟他提 那我們就很開心地吃飯啊 吃吃吃吃吃 所以我要買單了 我們就說要買單 那服務生就說 連小姐 剛剛有一位什麼先生 已經幫你把單買了 當下氣氛很尷尬 那我們也不可能說 請他把錢退回給他 因為他已經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做哪一桌 就走了 然後我男朋友就會很生氣 他覺得他自己面子有點掛不住 怎麼會是我的前男朋友 幫我們買單 那我就跟他解釋說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幫我買單 那他就走了 我也不能怎麼辦 我覺得你的男友很奇怪啊 如果是我覺得 太棒了 怎麼負責好開心 得到了對不對 很好奇 有人會在意這個事情嗎 新男們 應該有人 假之丁不會 假之丁無所謂 對 夢多 夢多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對你來講不OK 我直接給你立阿公 真的不行 為什麼 可是你是九州人嗎 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是 沒錯 所以啊 所以我們是很無奈 我哪怕不會對你發脾氣 而且那個 什麼爛東西啊 要講什麼 要講什麼 不然咧 我要對誰發脾氣 不是啊 我們把事情講清楚不就好了嗎 對啊 這也沒有 不是啊 這不能這樣講 你看喔 這邊一個很笨蛋 因為有些事是講不清楚的 有些時候是一個 KIMOGI的問題 對不對 前男友為什麼 他不能講 那個男的錢都花得那麼冤枉 就是 我覺得 其實真的表示 以後如果我是你男友 我以後都會叫你先 每次都問你的前男友 他去哪裡吃飯 我們就剛好挑那個 一、二、三 一、三、六分 沒有人這樣 但是KIMOGI我想知道 我們折損的一個大將 跟你同桌吃飯的朋友們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是你前男友 有沒有人發現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應該是說 因為我一進這個餐廳的門口就遇到了 那跟我們坐的地方有點遠 所以我就沒有去提這件事情 你的朋友也不認識他是不是 也不認識 可是KIMOGI那天帶了二十多個朋友 所以他男朋友會很生氣很吃醋 沒有人數也要問一下啦 就是你們大概幾個人吃 大概真的十幾個 那你前男友真的很闊氣耶 可是沒有 那當然就像他剛剛問說 我的男朋友就問我說 為什麼他要幫你買單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就開玩笑 我說也許他覺得他對不起我 想要彌補我 或是說只是覺得他當初是背叛我的 那他表示一點心意 可是那個真的是800年 我真的遇到他的時候 我還要想一下說他是誰的人耶 然後為了這件事跟我冷戰兩個禮拜 好無聊喔 你說是不是很無聊 前男友長 是不是很愛面子 我覺得你應該要私底下跟你的男朋友講 而不是在桌子前面 對 在其他人的面前說 問題是在這邊 因為大家也會很好奇說誰啊誰啊 對 那我只是想說 你可以先在當下說 那是誰誰 可能一個長官幹嘛的 你回去再說 沒有那是我之前碰到前男友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不好 對啊 對 對 男朋友會沒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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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行 我去吃飯 我就放個牌子說請給我買單 不能買單 不要幫我買單這樣子嗎 就怪你前男友 太嫌疑了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很對不起你 對 真的很對不起 那艾琪呢 艾琪今天是要來跟老劉拚了 不是 你們是一樣的露宿耶 我覺得男生是因為說不過我們 所以才要跟我們冷戰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 因為就不會狡辯嘛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就跟我現在老公 以前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我們約好要一起出去玩 就跟朋友去夜店 然後呢 他就突然間生病了 他就不舒服 好像是急性腸胃炎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那你們 你自己跟 我就在家休息好了 你自己去跟我們那些朋友出去玩 我說可是這樣好嗎 要不要我照顧你 然後他還說 不用不用不用 你出去玩 你玩得開心 你都已經準備好了 都穿好衣服化好妝了 然後我說好啊 那你就好好休息喔 那我就出去玩啦 結果我出去玩 就真的玩了 玩得很開心啊 因為他說玩得開心一點嘛 所以我就玩到 真的天亮了 天亮回家 太開心了 太開心一點 他就跟我說你玩開心一點啊 那我就想說好啊 而且他也很放心 他說因為你都是跟我們認識的朋友嘛 那我就回去的時候就想說 奇怪怎麼家裡的電燈是開著 然後我想說 他不是應該身體不舒服在睡覺嗎 結果一開門 怎麼衣服都穿好了 站在那邊 然後臉色不太好 我想說 你要去看醫生嗎 不舒服嗎 你怎麼沒有在休息啊 他說 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了 然後我說我知道啊 就是因為知道幾點 所以才回來啊 對啊 我就說知道啊 知道現在已經六點了啊 他整個超生氣的喔 不講話就走掉了耶 然後我想說 奇怪的是你自己叫我出去玩的啊 而且我也問你 但你問他早上有點太誇張了 可是他不舒服 他不舒服他就說他要休息啊 不是啊 如果他不舒服 他是晚到天亮回來 誰會開心啊 可是我有問他喔 我說 那你要不要我陪你 然後說不用了 你都已經準備好了 對 開心到兩點就可以了吧 你都這麼大了 你場面話跟真心話 你聽不出來 女人最會的 你竟然不會 不是 我們現在請西南們來舉牌 愛奇這樣的行為 你會生氣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叉 生氣 會生氣要舉圈 會生氣要舉圈是不是 對 玩到 玩到就是你在生病 因為平時他自己生病 可是你突然在想自己生病 而且你那個男朋友 為什麼換好衣服 讓你碰到 就是啊 因為他腸胃炎拉在褲子上 他只好換乾淨的衣服 第一排都舉圈 沒什麼好問的 第二排有兩個差 瓜比歐跟賀少祥都舉差 我覺得今天你們都怎麼了 你們好像很沒有自信 像因為 這兩位吃素就對了 我覺得那個男友有問題 他跟你說 你可以去玩 那就去玩 對啊 他演得很像女生一樣啊 你們還直指他很像女生的樣子 我覺得不對啊 早上六點回來 OK 怎麼樣 不行嗎 他說玩得開心一點 男生要直白一點嘛 就講 對啊 我不需要你照顧我 沒關係你可以去玩 也許他可以說 那你三點回來好了 不要玩那麼六點 我覺得男生 你可以承受多少 你就說多少 就是你要講清楚 對 那你就說你玩得開心一點 大概三點多回來嘛 所以 邵俠的答應你出去玩 是有蛋輸的 他會說你可以出去玩 但麻煩你三點回來 這樣可以啊 我覺得 這樣我可以接受 對啊 你只是要說一點 因為不舒服 所以請你早一點回來 那他有選擇嗎 是也可以 不用回來 你會喜歡他就是說 假的 假的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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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說不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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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變成女生了 你們真的 不要再亂噴乾冰 他們講話 有時候已經聽不清楚了 你乾冰又噴出來 誰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我們再聽一個 他講出來 你一定會同意 男生會冷戰 主要也是因為 女生沒辦法溝通下去了 我們會選擇冷戰 是的 有時候我說 因為我曾經 之前遇過一個 就是瘋子女友 你跟他講冬 他可以氣息 他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針對 比如說洗碗的事情 他給我想到洗衣服去 然後呢 有時候女生生氣嘛 我們男生大氣一點 我們先哄他 哄哄他 就算是哄不動 那道歉嘛 大不了就道歉 道歉也沒有用 等到最後 兩三個小時過去 還在冷戰 我生氣了 對 我生氣了 你為什麼連這麼一點小時 都要跟我鬧成這樣 而且他還大發脾氣 我就想說 乾脆不要講話好了 我冷靜一點 等你冷靜一點 我再跟你聊天 所以我會選擇冷戰 都是因為 通常就是你沒有辦法溝通 或者是你聽不懂我講什麼話 他的不一定是冷戰喔 可能就是說 兩個人都在氣頭上 比如說 來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過一會兒的時候 我們再來聊 不一定是很長期的冷戰 好 好 那我們就來問男生 來一次 如果碰到爭執 你會選擇冷戰的 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差 法比歐 就是這一題了 好不好 可以問一下高三豐嗎 因為他兒子跟他長期冷戰 我兒子跟我冷戰三年了 是 對 他現在三歲 是 從來沒有正眼看過你 不是 我要告訴大家 我要呼籲全國各級學校 還有公家單位 有他就不要收 不是 要推行一個冷戰教育 喔 對 我覺得大家真的都應該 學會如何冷戰 是 對 因為現在社會上太多情殺案了 然後這些情殺案的發生是為什麼 難道是因為 我們兩個分開彼此近一近嗎 這樣是殺不到人的 對不對 一定是就是兩個人都很衝動 然後兩個人叉叉叉叉 對 所以很多時候就說 我現在就要跟你講清楚 有時候女生說 你就是因為吵不過我 所以你才跟我冷戰 其實我們不是說 吵不過 其實我們有時候是不想吵 我們有時候是真的想要彼此冷靜一下 冷靜下來就不會有事了吧 到時候再來要分手啊 要復合啊 那時候到時候再說 沒錯 對 有時候有一些女生 如果真的要吵起來的話 就發生很多遺憾的事情 我覺得冷戰是不好的事情 當然是 如果你可以馬上把問題解決 這是最好的方法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不是因為我們想要 我們怕我們說不過你們 是你們講不聽 我們講什麼你們都不聽 還 對啊 你們都不會聽啊 你都不會聽 我們在講什麼 都會聽啊 有時候不見得是女生聽不清 有時候男生卡到陰 對啊 而且尤其是 尤其是大男人 絕對聽不清楚女生在講什麼 對啊 因為你已經有個根深蒂固的意見在裡頭 對啊 即便我們跟你們說什麼 你們也聽不進去 那是因為男生都是對的啊 對啊 什麼都聽 我們男生都是對的 你覺得你們都是對的啊 因為就是錯的啊 我們的想法是對的 為什麼要改變啊 他自以為你們是對的啊 沒有 因為你們真的是錯的啊 沒有 是你們不肯聽 聽我清楚 他要講的是美國的男人 問一下馬丁 馬丁怎麼跟老婆 如果吵架的話 沒有 其實因為 我是行好男人 我不愛男人 我非常討厭男人 為什麼 是因為 你正直怎麼會來 可是有原因啊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你冷戰 那我覺得 為什麼你要在同一個空氣中 兩個 本來就是很熟的人 變成陌生人 好像鴿子 我覺得這個 就是你只會對感情扣分 但是 如果你不冷戰的話 你當下會跟老婆吵架 你們會吵很兇耶 會吵得很兇嗎 呃 也會啊 可是重點是 最後還是會把問題解決 然後就是 好 你吵架吵架 可能敲得很糟糕 可是 最後 最後還是感情好 因為有解決問題 然後現在就 好 這一頓就是已經過了 這是結合關的想法 藍藍冷戰 你就要過很久啊 就不是破壞感情 其實那個 我還沒來台灣的時候 我不會冷戰 蛤 原來冷戰是台灣民產喔 對 電視有沒有在賣啊 後來 我想請問一下 那九州是怎麼樣 在吵架的時候處理 我直接吵 拿五十刀砍 怎麼吵 不是直接吵 直接講一切 有感的是女生講什麼 我說好啊 然後就是一個理由 當然是好好講 如果大家就是一點點生氣 我更生氣 因為可以瘦得過去 但是後來來台灣的時候 天啊 台灣的女生跟獅子一樣 我講什麼 要三個 超恐怖 獅子 真的很恐怖耶 這樣一點點 然後呢怎樣 怎樣 你來啊 什麼 天啊就是你們了 真的很恐怖 什麼叫我們 是你自己有問題 才會吸引到這種有問題的女生 NO 我會好好講 我都會好好講 然後就是 比如說 因為我不喜歡發脾氣 結果就是好好講的時候 他就是女生 越來越興奮 然後就是 開始罵 那如果就是選擇 在日本如果選擇 一起就是吵起來的話 我可能 有可能是男生會贏 或是就是他會 定進去 但是在台灣 天啊 太恐怖了 台灣好好講沒有用的啦 對啊 所以我選人了 你好好講 女生就不想講 對啊 所以我選得到這個人 你如果很兇 他就比你害羞 你們當我是死人 我說好好講沒有用 老龍 你說的 你 是人嗎 對啊 什麼叫好好講沒有用 是通常講了 你們不聽 換習慣不改 所以才冷戰 我一個女朋友啊 發生了一件 就是 我想我現在想不起來 什麼事情 我好好的跟他講 我的語氣非常好 我給你解釋一下 這個是一個誤會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這樣 他就不講話 然後 我一直講一講 然後他還是一樣臭臉 我說真的啦真的啦 他說沒事了啦 吵死 然後就轉身就走掉 所以你好好跟他講 沒用 因為他不跟你 有些人吵架是會有 互相回應的 那我今天跟你說 我好好跟你講話 聊聊天 可是他什麼都不講 那也沒用啊 沒有 因為這個女生 他已經先生氣了 然後他聽你解釋完之後 好像就是 心裡沒認同 你講的好像是對的 他沒有必要發這個脾氣 他脾氣已經發了 所以他必須要有台階下 所以說 好啦 吵死了先離開 最後就沒事啦 沒有 因為你 吵死了先離開以後 就開始冷戰啦 沒有 就沒事啦 就開始等說 誰先低頭打電話給對方 你如果再去找他 就沒事了 是嗎 我覺得男生有更幼稚的 有一次我跟我男朋友 約好去看電影 也是跟朋友 那只是因為我的時間 真的沒有辦法抓我 什麼時候可以收工 所以就錯過他要看的那一場 那我說錯過很簡單 就看下一場就好 他就因為這樣跟我冷戰 冷戰還很幼稚 明明我們兩個就在旁邊 欸 你問他啦 那個票要不要買那個可樂 啊 傳語聲傳話的 欸 你問他啊 那個爆米花是要甜還是鹹的 幼不幼稚 幼不幼稚 可是其實蠻好玩的 其實蠻好玩的 不是幼稚 其實很像女生 我遇到的都是女生才會這樣子 你知道我真的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原本已經講好說 大概晚上十一二點 然後要去我家這樣子 然後大概九點十點 八點九點的時候 我還在他的家 結果突然間我接到一通電話 是George哥打來的 那時候他就說 他有一點事要跟我們討論 然後可不可以出來 喝一兩個小時的咖啡 我說OK 然後我也跟他說 欸 那George哥有事要找我 那我出去一兩個小時 大概也是十一二點左右 我們就在家裡會合就好了 我就去了 我也沒有想太多 然後大概十一二點 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說欸我回到家 那你要來嗎 他就嗯 喔 我在忙 等一下再說 就很冷淡 很無聊 然後我就想說 他應該是生氣了吧 但是為什麼要生氣 我有跟你說 我出去應酬一下 一兩個小時 他大概隔半個小時打來的時候 他就說我先過去你家 然後他來了以後 你去找George哥的時候 穿這裡嗎 沒有 沒有 我穿運動服 而且大素顏 然後他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來到我家 他二話不說 一進房間第一件事 就是跳到床上說 我要睡覺 然後就裝睡 然後我想說他應該在生氣 就一個晚上大概到睡到兩點多吧 他突然很生氣的起來 然後砸枕頭 然後把電風扇踹倒 他說太冷 我想說有必要反應這麼大嗎 但我也不想要招惹他 我還是繼續想說那就睡覺 到了半夜四點 他一個人就起來就說 你家鑰匙給我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肚子餓我要吃宵夜 然後四點多吃完回來 他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就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怎麼了 然後他就生悶氣 就會跟我冷戰 他就說 他說你明明說好要陪我 但你突然要跟Jorge哥出去 是有什麼很急的事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說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因為他就跟我說 我有急事要跟我討論 我去了我才會知道啊 他說那你回來為什麼不講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問 然後就是鬼打牆耶 他就這樣跟我一路冷戰 要半夜四點耶 然後最後講完就說 Jorge哥是為了什麼事找我 他才沒事 他就說 好啦 過來睡覺什麼 過來怎麼躺我這裡什麼 就是 他又跟我裝沒事 好幼稚喔 對 他又跟我裝沒事 問了就沒事了對不對 對啊 那為什麼要冷戰這麼多個小時 你以為這樣就叫幼稚嗎 剛剛你那個路數也是 所以有人就使用啦 這個叫婚姻生活的情趣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像那種單身的男女啊 分分合合 這麼幼稚 但是如果我跟我老婆 這邊好多都單身 那很正常好嗎 是喔 好 那所以啊 所以我是跟我老婆如果冷戰的話 我還是需要跟他溝通啊 對 譬如說找我的襪子在哪裡啊 或是找我的某一條 我很喜歡的褲子在哪裡 那我要找誰呢 我知道找我兒子 那 以前都是用那個 可能兩個人在冷戰的話 如果是 雙方男女的話 可以用APP 文字的去傳 但是因為現在有孩子 那我覺得總可以變化一點花樣 然後呢 我就用錄影的方式 所以我要譬如說阿布是我兒子的話 我要先 我要先叫他講話 因為我兒子在三歲 他講話 還不是所有人聽得懂 那個 阿布 你幫我問媽媽 這個 我的襪子放在哪裡 好 我講一二三之後 你就把它錄下來喔 你這個對著鏡頭開始講喔 一二三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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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沒有反正 就沒有用啊 因為我從來沒有成功的錄下一段 就是 我兒子成功的講出一句 然後你老婆也聽得懂的話 對 我老婆也聽得懂的 我常常錄到就是 我兒子就對著鏡頭 阿布 阿布 我學的差不多吧 你得比較慢 但我兒子是瘋狂的亂喊 反正就是 我就把它錄下來 然後呢 因為是冷戰 那我傳了這一段 好像亂七八糟的錄影給太太之後呢 他也就比較釋懷了 對 對啦 其實還是有 其實這一招滿好的耶 用這種方式其實還有一點幫助 因為媽媽看到搞不好覺得很好笑 就笑出來了啊 對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聽到客廳有一個聲音說 你白癡喔 有什麼來問我啦 感覺就沒事了 感覺就沒事了 對對對 這招好用耶 真的是夫妻間的冷戰 愛希有用過這個招數嗎 我老公通常都會說 你去找媽媽 你去找你的媽咪 那找完之後 通常就是大家就好了 對啊 我們來聽一下那個 蒙學員的說法 好來 賈斯汀 對我來說 冷戰跟冷靜是完全不一樣的事 我是比較會 需要時間冷靜 所以 我的方法是 比如說之前我跟那個香港人吵架 然後所以我就把我的手機關掉 那天早上 我想要冷靜 所以我到 我那時候住新北投 然後我們山上有一個公園 我到公園去 然後就在那邊 一整天帶一整天打拳 也跟那個阿嬤阿公聊天 你有這麼受傷嗎 所以你就是為了不要讓那個女生找到你 然後做了這件事情 這個叫冷戰 這個是冷戰嗎 這是冷戰嗎 你這個叫冷靜阿 這是冷靜阿 你把電話關掉 我這麼笨耶 而且你如果想過你女朋友可能會擔心你 找過因為吵架 然後想不開什麼的 算了啦 她的腦子被趙又廷打壞了 對啊 你這招很爛耶 對啊 很爛 我覺得她講了一個很棒的字 冷戰跟冷靜是不一樣的 對 像我也吵架的話 我也選擇冷靜 我沒有辦法當下跟你處理這些事 而且我在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過 我生氣是沒辦法說話的 你不要逼我當下把問題解決 因為我知道我講話會不好聽 我一定會傷到你 所以我們覺得隔天再講比較好 她現在就學聰明了 只要我們兩個吵架 不開心 她只要看我臉很臭 她就跑去 她就出門了 去公園跟阿嬤約練工 差不多 打拳再打半天再回來這樣 這很好 然後我就氣就消 就差不多了 對 總是要發洩一下 但是有一種冷戰是很恐怖的 會讓你很受傷的 我現在那個老公 她現在就是之前婚前 那個冷戰的時候 她就是會那種就是 掉頭就走 然後我打給她 她會接電話 可是馬上就掛掉 例如說哈囉 那就 那她幹嘛接 然後我再打 那幹嘛還哈囉 讓她知道她還活著這樣 沒有她就說哈囉 然後就掛掉 再掛 然後我就再打 然後她就再掛 然後我就一直打 因為我覺得很火啊 因為我就想要把事情講清楚啊 妳為什麼要這麼擄啊 沒有 因為她要掛我電話咧 我覺得關電話反而還好 可是妳接電話響了 然後她還接 然後還掛我電話 那如果不接直接按掉咧 那更慘吧 如果按切斷通話 對啊 可是我就覺得這樣很火啊 因為就是故意嘛 在挑釁妳 是啊 故意的啊 那有時候妳就是要做一些人 她更生氣的事情 她會 才會把問題解決啊 也有可能是她現在不想要跟你說話 她也在生氣啊 對 她也是 她是真的在生氣 對啊 如果就是那麼生氣 妳可能冷靜的聊天 那一生氣 我們就是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連Facebook Line 電話都封鎖 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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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乾脆分手好了 幹嘛封鎖 不是 不是啦 妳聽我講嘛 聽我講嘛 對 對嘛 對嘛 對 分手就好嘛對不對 對 那妳封鎖什麼 就是封鎖嗎 不是 她的意思是說 她就是故意要跟對方分手 但對方還不分手是不是 對 有時候會遇到這個情況 但是基本上 沒有沒有 妳現在講的是 人家要找妳挽回 妳拒絕她是不是 一個禮拜都不理她 不是不是 因為我之前就是交往的女朋友 都是比我的年紀小 所以就是說 我會體諒她們 但是我也有極限 如果都是 好好溝通啊 好好講話 她講不聽 然後就是一直打來 然後 喂 欸 就這樣啊 我講什麼 聽不進去嘛 那當然會刮嘛 那一直打來 對不對 不是年輕女孩子會這樣 年輕有的也是會啦 是啦 你說什麼 這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在說誰 我想聊什麼 我想聊什麼 你在說誰 我本來覺得 沒事 劉淑雯你幹嘛對號入座 為什麼 你這樣子在講的意思 好像是說 批評如果年紀大一點 是不是就會 如果要對號入座的話 就是我了 沒事 我覺得女人就是要 好好的對待她 好不好 對嘛 阿姐你們年紀到了 小心高血腰 什麼 會 還有一種很可惡的是 你們在冷戰的時候 男生在冷戰的時候 他會先把你的所有的 什麼交友系統 比如說什麼 Facebook啊 什麼微博啊 微信啊 把電話都刪掉 是刪掉 而且還封鎖 就是為了 他不想讓女生看到他的動態 然後這中間 你們要去哪裡玩什麼 女生都不會知道 但重點是之後和好沒有事情 男生會再跟那個小狗狗一樣 就是用那種憐憫的眼神回來說 那你可以把我好友加回來嗎 按同意好不好 你不覺得這更丟臉嗎 真的 這更丟臉耶 太無聊了 夢多你講 沒有沒有 我逼了說 那個Facebook還有LINE 那個就是電話 縫手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 和好 基本上我不太會和好 就是 萬一是和好的時候 我不會再加Facebook 因為LINE電話OK 但是不會再加Facebook 因為怕你之間這個中間過程 做的壞事被他發現對不對 對 你看我就說吧 對嗎 對嗎 不代表其他人的立場 封鎖都是有用意的 對 封鎖都是有用意的 封鎖都是有用意的 男生就是會藉著冷戰這段期間 然後出去瘋流 對 你們不能怪夢多這樣子 因為他只是跟你冷戰 他沒有跟別人冷戰 對啊 什麼東西 他都趁冷戰的時候出去打冷戰 他好不容易有空間的時間 不能閒下來 對啊 但是我們聽一下 很合理嘛 浪漫的法比歐最害怕什麼樣的冷戰 冷戰的時候 是他哭了嗎 他哭了嗎 太落淚了 好有感慨喔 我不會展示給他 可是如果他送給我 APP給我 我會回 可是我機會 好 OK 謝謝 因為如果我們冷戰的 因為我們不用說話 我們要一個自由 聽不懂 要自由 他就很像不到之前的男朋友 就很像 不OK 我覺得這樣不對啊 不OK 我覺得可以冷戰 我比較喜歡冷靜 就跟他說 我需要先冷靜 你先不要煩我 我們晚一點再討論這個就好了 但是那個OK 但嗯 就讓那個對方更生氣 或者更擔心 我覺得這樣不對啊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曾經過 也是差不多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跟女朋友吵架 因為那天 那一天我們已經 決定好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什麼都已經安排好了 但是我等他等太久了 那分鐘我就生氣了 自己離開家 去做我們原本要做的事情 然後大概一個小時後 他有打電話給我 欸 你在哪裡 我說我現在在夜市啊 怎樣 你為什麼不等我 我為什麼要等你 我已經等你太久了 再見 好Man喔 這個是OK 這個是OK 導流你再說啊 你再說啊 沒有 因為女生有問題 有時候 真的也不是不打 我也碰過這樣的狀況 就是 之前叫我男朋友 就是因為 沒有他家 我也不知道他家在哪裡 你講到梁赫群哭 我覺得這很難得欸 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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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難得看到小蘭哥 突 科技這麼發達的時代 他居然沒有人家家裡的電話 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 一吵架他就關機 他一關機 我沒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找到他 就這樣過了三年 我耳朵有點紅 就這樣過了三年之後 我們到了第三年 不是紅 是很紅 這有一點 因為去電線杆上面貼啊 學術 學術 很多要找來福哈利的 不都是 去電線杆貼 身高特徵 毛掌血的顏色 因為來福跟哈利 也不會回答你嘛 對啊 所以我們要靠人家的幫忙 他們自然也沒手機 是不是 對啊 那一段時間你真的 來福會APP嗎 會Richard嗎 你不要那麼激動了 火上加油 但是我跟你講 人真的是因為三年過去 真的有點煩了 然後到第三年已經 我就只給我三年的時間 我自己給我自己三年 我如果覺得三年之後 我還是不知道你家在哪裡 也沒有你家電話號碼的話 我就覺得差不多夠了 然後那一次我們冷戰的時候 是整整一個禮拜都沒有通電話 後來突然間我接到一個電話 是危險室來電 那因為他打來都是危險室來電 我就以為 不一定喔 對 對 我以為是他打 我就打過去說 你有打給我嗎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 一個禮拜都沒有聯絡 他就說 我沒有打給你 你不會自己打來嗎 那我就 安靜了大概30秒之後 我就說 我覺得也差不多了啦 這樣的模式下去我也累了 不如我們說 從今天開始不要再聯絡了 然後就把電話掛了 從那一天之後 我們就再也沒有再聯絡過 對 因為那個冷戰 其實你會不知道 對方帶給你的傷害是有多大的 是 對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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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健老師 我們先不說夫妻 因為夫妻 就算冷戰吵架 他們可能分房 或怎麼樣 可是如果是情侶在很氣頭上 然後你們就是住一間套房 那怎麼辦 你們勢必有一個要離開 像我有一次我就是碰過 因為那時候我 因為我家在桃園 然後我剛搬上來台北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自己租房子 我是跟之前 那時候交往的男朋友住 然後在冷戰的期間呢 他居然可以就是 吵到說 那你現在離開 離開我家 好過分喔 你現在離開我家 你要冷靜就大家冷靜 就是冷靜 看你要怎麼冷靜都無所謂 你就離開我不想要看到你 然後我就必須要鼻子摸摸 然後把自己的東西都收一收 然後就離開也不知道要去哪 好沒風度喔 你不覺得很傷嗎 好沒風度 好爛 加油 你是不是很恨那時候 沒有杜力的電話 加油 好不好可以求助 是不是 對啊 那個很糟 所以那是 你住在那個男生家 還生家裡 那還好我有一次 那個 跟那個一個日本人在一起 然後他是算是模特兒 而且是短期來台灣 所以他沒地方住嘛 然後就是 我們住在一起 是 然後呢 你講句講幹嘛偷笑 沒有沒有沒有 他的個性很 他有他美好的回憶 不行 對不行嗎 美好的我也不行嗎 你就是我們說 你分享嘛 說我現在在回味 沒有沒有沒有 反正 他的個性不像日本人 我本來就吵 吵架 結果看 就是有點台灣女生一樣 因為他是獅子做的 對就是 脾氣啊發脾氣 結果哇 天啊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的日本人 我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我搬家 這是我家喔 但是因為 我不可能就是 像你一樣 像男朋友一樣啊 因為我知道外國人的辛苦 而且就是他一個人來台灣 他只會依靠我 那 因為我已經就是在台灣很久了嘛 那不可能就是找他就是離開 他住哪裡啊 對 所以我是 就是我離開 所以你自己就走了 對 也是打給杜力嗎 沒有 那時候還沒認識 沒有 還有那時候 我還幫他付他的電話費跟房子 那因為我的家嘛 是 然後就是離開 我是那個 我的那個學弟的家 一個都有 那有沒有過冷戰期間 對你的生活 帶來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啊 不方便就是心情太好的時候 突然間 有什麼 聽到什麼好消息的時候 你又不能跟他分享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在 剛好在 冷戰的時候 然後在看電視 看到那個跑馬燈就是 看到我自己 入圍金曲獎 超開心的啊 這個一定要分享的啊 對啊 那我家裡就是我跟我老公啊 那時候還沒有小孩啊 然後想說 怎麼辦呢 那是很小的時候的歌 所以想說怎麼辦呢 可是 就看到他 很想跟他講話 可是他就一臉臭臉對我 那個情有可原 如果你跟他說 老公我入圍金曲獎 他應該馬上就開心了吧 可是我們 那如果他的婚姻是喔 然後呢 對啊 我就更氣 沒關係這個時候 小郎哥就會把 謝鎮武律師的電話給你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對啊 所以其實那一次我覺得 就沒有辦法 第一個時間跟他分享 憋在心 對啊 我覺得有時候男生的冷戰 可是不可以用 是因為女孩子 有時候他發完脾氣 他過了之後 他心情好了 可是他卻沒有想到 男朋友的心情還沒好啊 對 男生會氣這麼久 有時候會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我們不能忽然 氣忽然又笑這樣 對啊 忘笑耶 對不起 對不起 但是女生對你們誤會 因為女生都只是覺得 男生應該很有大量 我們誤會了 原來你們這麼小心一點 我舉 不是小心一點 我留的是一個情緒的轉換 好 不用再解釋 原來你們這麼小氣 我之前那個女朋友呢 她發脾氣 發那種很無聊的脾氣 雞毛蒜皮 我對天發誓 也不是劈腿 什麼都不是的小事 比如說我兩個錄影中間的通告 有三個小時多的時間 然後因為都在內湖南港 我就懶得回家 我家在南區 她為了這件事跟我生氣 她覺得我不回家 因為我在外面 我可能下通告 約了誰出去吃飯或幹嘛 就是不回家 是 好 最後解釋給她聽了 講完了 我該哄的解釋了 結果最後她都不接受 我就生氣了 我就氣了 其實我一直前面 是在壓抑自己的脾氣去哄她 去跟她說抱歉 我連對不起我都說了 我懶得開車回家這樣子 可以嗎 最後呢 她脾氣消了之後 我晃我再氣了 你總是要給我一個台階下 所以這個時候 你如果就若無其事的 在那邊跟我哈啦哈啦 我會覺得你怎樣 所以你剛剛氣那一通 我哄你半天 你都沒有一個反應就對了 了解 因為我發現台灣的女生 也不太會說對不起 對 真的不怪 真的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快點 就是你做錯事 不是 有探訊到大家的HOT嗎 對 等一下 我們又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要說對不起啊 你們是都會怎樣 我們承認怎麼樣 對 所以 如果真的是我們錯 我們當然會說對不起 對 對 我們都會 對 我們都會 我不相信 如果是我們錯 我們一定會說 你們三個輪流說對不起 對 你們沒有講過對不起 來啊 你們沒有聽過 沒有啊 少俠說 你不覺得你們錯 所以你們都不會說對不起 對 那就沒有錯啊 你看 你看 判他們 判他們 你好像女生版的獨立喔 好奇怪 對 我的想法跟夢多一樣 如果我吵架 我比較喜歡離開 去朋友的家 可是一個禮拜 沒關係 可是 但好幾個禮拜 我覺得 沒有性生活 沒有性生活 很幸福 原來她的感情是 漸漸在性生活之上 沒有性生活 不是 對啊 對 我覺得很辛苦 有沒有過 冷戰期間 還有性生活的 還有性生活的 這什麼 性生活之後 繼續冷戰是不是 好 幹什麼 你在把皮都覺得很正常啊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 冷戰期間因為 性生活而和好的 這個有啦 沒有 可是通常會因為 冷戰想要幫 大家找台階下 然後用性的方式來 哄對方 有嗎 大家都有用這個方式 處理過嗎 有 而且這是最好的 對不對 最好的 最好的解決方式啊 因為做完就是 你覺得 好 什麼都好 算了就是 過去就過去了 對不對 這是對的我想 而且我曾經有個女朋友 這樣跟我講 我說你吵架怎麼樣 怎麼樣的 那到底要 我們要好好解決嘛 對 他說我生氣你就把我壓在牆上 狂人就好了啊 笨蛋 對 就是一個氛圍而已 對 而且你吵架就是一個 不好的印象 然後你當下就給他一個 美好的未來 他都沒事 對 我沒想到老劉這就是你要的 看他穿成這樣 你還不懂啊 他故意跟男生吵架 因為他每次都期待那個 特別好的 就是 如果要冷靜 你們兩個吵架 要冷靜 這個 這個方法 OK 就代表你們好 你委屈什麼 你會說不OK嗎 就是代表 如果是冷戰 因為我冷戰 是為了一些很 很 嚴重的事情 冷戰的話 我不會 對 因為他還有一個公園的發洩法 對 他有奶奶陪他 對啊 其實冷戰的時候 有時候會帶給你生活上面很多不便利 對 像我 我有一個壞習慣 女生可能會覺得是好事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早一點起床啊 然後我可能會起床啊 去買個早餐啊 然後帶回家 等女朋友起來 然後就說我們一起來吃個早餐 這個很甜蜜對不對 非常棒 但是一遇到冷戰的時候 我可能下去買自己的早餐 等他起來 自己開始吃 等他說 那我的呢 你自己下去買啊 然後就繼續吃 這樣子有一點幼稚對不對 但是 但是我有原因啊 因為是他不想要面對這個問題 他坐我旁邊跟我聊 也沒有講到什麼 對不起或是 好啊 或是把問題解決 我會一直把那個問題門在我心裡 我會一直難過 然後我要陪他吃飯 我會更難過 更生氣 所以我就是選擇自己吃 等他說 好啊 不然我們先聊一下 把這個問題解決 解決完之後 我就開始幫他買早餐 這個不錯對不對 因為 你就是要一起住啊 像你說的一樣 我們就是 門在一個房間 總不能一直待在那邊 都不講話 都不要幹嘛 這樣不行 有的人會想說 一直這樣冷戰下去 也不是辦法嘛 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先伸出那友誼的手 對 對啊 而且像我們心地這麼善良 我們就常常伸出那友誼的手 但是 但是 就是碰到不懂得友誼 就不懂得怎麼樣跟我們 就是你知道示好的人 像我之前交過一個男朋友 他是一個非常 讚有欲很強的人 他是很小的事情都可以跟你吵架 多小啊 比方說 比方說那時候我們交往的時候 他不准我工作 因為他覺得當模特兒一定會有男模 他不希望你跟男模有接觸 那他一個月給你多少錢 沒有 我就是花老本 我就是一直在吃我老本 存下來的錢 就是在跟他交往那段時間花光 他真的不讓我工作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已經 氣到就是因為公司可能有打來 然後跟我講說要接一個活動這樣 結果我就答應了 但是我沒有問說是有男模還女模 我忘了問這一個 結果之後要fitting的時候被他知道說 那場活動有男模 他大發雷霆跟我大發表 這樣就不行喔 不行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當下我還想要跟他在一起 是因為我覺得這是真愛 他真的很愛我 所以他要佔有我 有任何可能性會把我搶走 他都會不開心 所以我就也不想要跟他計較太多 然後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好不要再吵了 我就先伸出那友誼的這一雙手 我就靠著他的肩膀 因為想說這樣靠過去一起睡覺 應該就沒事了 結果他就給我背對 就是他原本躺著嘛 然後你一靠過來 他馬上這樣側身背對 他想要你從背後 沒有 就是 喂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他兒子不理他了 有個側身 那是不是代表他不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他就是不想要讓我有台階 他就是不想要讓大家有台階下 就是當下我就做了一個大絕招 就是把他翻過來 然後直接做到他身上 我說你現在要怎麼樣 你講清楚 漂亮喔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就沒事了 你看 當然啊 因為接下去當然會沒事啦 對 我覺得女生真的太善變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我用各種方式 每個方式都不對 比方說 我本身很愛講道理 所以我最原本的樣子就是開始講道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一直跟我講道理很煩耶 我不想聽你一直解釋東西 他就罵我 然後就下一次我就學了 我就覺得OK好 那我這一次不要講道理好了 我就不理他 但是過一陣子他就說 誒 你現在幹嘛一直不理我 所以我就說 我上一次跟你講道理 你說你不要一直聽我講道理 那我現在就不講話 他說 這樣也不對啊 你還是要理我 你可能要抱我啊 或是親我 說沒事怎樣 好下一次吵架 我就開始抱他 說寶貝沒關係 不要碰我啦 所以我覺得我每一次用門 一招每一次都不對了 那我問他 那到底怎麼樣才對 你要拿捏啊 你要看啊 你要看情況啊 我覺得根本沒辦法 神經病啊 那你要不要嘗試一下 他說你不要碰我 你說我就是要碰你 然後你把他抓住 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他喜歡激情 他喜歡激情 會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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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聊得非常開心的時候 有一個人完全都沒說話 誰誰誰誰 馬丁 他就沒話說了 你冷戰的時候 怎麼講啊 我就是 沒有啊 我就會對他講話 就是要解決問題啊 如果他一直就不理我 那他會怎麼對你 蛤 他會對你發脾氣 還是他不理你 因為他他也知道我就是很不喜歡這個冷戰嘛 然後他也是覺得就是這樣子一直浪費時間啊 所以他比較不會 如果他真的生氣 會冷戰 用冷戰的 那我也可能就是出去一下 他萬一找回來 然後再試試看一次 你會離開現場就對了 對對對 你會先跟他說對不起嗎 要老實 如果我有錯 我就會啊 蛤 我現在老公 還沒結婚的時候 美國人真的很愛冷戰 因為我那時候呢 常也是住在他家 然後那時候他住在那個頂樓家蓋 然後也是常常我跟他要冷戰 他就趕我回去 他就把我東西 我的東西衣服都要收拾好 然後就開自己開車回家 可是他每次冷戰都是冷戰超久的 那種一個禮拜 要不然就是好幾個禮拜 然後我只能靠打電話 跟他講話 可是他講話也是都是那種 嗯 Yeah 就是很冷就對了 所以有一次我就忍不住 因為我們真的是在吵架 然後我很生氣 我很想把一件事講清楚 所以呢 我就因為他家頂樓家蓋呢 其實外面還有一個門嘛 他晚上睡覺的時候是鎖著的 可是呢 因為那個門就是很薄 一道牆這樣子而已 那門是鎖著 那我就很想要晚上去跟他講清楚啊 但是我又沒有鑰匙 所以呢 我就爬牆 我就爬牆 假的 就六樓啊 那個頂樓 對 如果你從下面看的話 就看到一個女生 像蜘蛛人一樣 因為其實你就跨過去的話 就過去了嘛 可是你要就是抓好 其實有點危險 是很危險 但是呢 因為我就想說 我很想要把他講清楚 所以我就跨過去 就進去裡面 那進去裡面門也是鎖著啊 所以我就開窗戶 就看到他在看電視看到睡著了 然後我就 在外面把他叫起來 結果他就整個嚇到 他就 你是誰 因為外面很黑啊 這真的 這真的 晚上突然醒來 嚇死了 因為外面很黑 然後又反光 他根本沒有看到我的臉 我覺得你那天一個好病 素顏啊 嚇到 所以他就看到 有人一直在叫他 對 他就看到一個女的 然後就是黑影 你知道嗎 然後正在窗戶 這在美國他會開槍的耶 會 對喔 他整個真的 我有看到 超強的危險 我就說是我 是我 我說我要把話講清楚 然後他就超生氣的 然後他就說 你在這裡幹嘛 你怎麼會這麼晚還在這裡 不是叫你回家嗎 我要好... 我們要好好冷靜一下啊 我說可是我不要冷靜 我要講清楚啊 然後他就在那裡面 他也不打開門喔 然後就把窗戶關起來 啊 然後最慘的是 那個門還是反手 對 所以我還要再慢慢地爬牆 爬回去 好啦 那如果情侶吵架 隨便丟一句 我們彼此冷靜一下 你覺得這個是有幫助 還是沒有幫助 也有這種的吧 對 法比歐 如果很愛的話 我覺得是好的方法 如果沒有很害的話 覺得很危險 因為很有可能 就這樣就真的分開了 對 分開了 如果愛琪 如果你交男朋友的時候 你要跟你說 我要冷靜一陣子 你可以接受嗎 我以前曾經有交往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就說 他要跟我冷靜一下 然後 差不多三天吧 我就真的很冷靜了 因為你在冷靜的時候呢 三天就很冷靜了 對 我就開始 就要真的好好地想一想 他就說我們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就是 我們的個性啊什麼的 那我就真的好好地想 想一想 我就想說 我們兩個好像真的不是很適合 然後到第三天 我就打算跟他講說 你不用冷靜了 我可以直接跟你分手了 然後他就整個人生氣了 他就說 我只是要跟你冷靜一下而已 有沒有要跟你分手啊 冷靜是他提的 對 是他提的啊 可是因為 然後分手是你提的 對 因為他就說 要冷靜好好想一想 他也叫我好好想一想嘛 那我就真的好好想一想啊 那想一想之後 就覺得說 真的好像有很多地方 是不適合的 那是真的 那就算啦 這個我也有遇過耶 這個 我之前跟那個 就是一個女朋友吵架 然後 有必要翻白眼嗎 之前跟一個女朋友吵架 好 然後 他就是那種 你吵架 他需要時間冷靜 你要給他時間 好 然後有另外一天 我們又吵架 然後這次就換我很生氣 然後我不是不喜歡他 我不是不愛他 我說那這次 是我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有一天沒有跟他聯絡 然後隔天有工作 也不太想理他 然後第三天我就打給他 要跟他聊 就已經沒事了 然後換他沒有接電話 然後他一直都不接電話 大概一個禮拜 結果他終於打給我 他說 誒 我覺得 我這個禮拜都在想 然後這個感情都冷掉了 我覺得我們分手還是比較好 不是要冷靜 冷靜一兩天 你不是要冷靜嗎 好好的想一想啊 對不對 冷靜就是 那就是真的很冷靜啊 冷掉啦 他只是在那個禮拜想清楚 你們兩個不適合分手啊 對啊 一兩天而已吧 要不然冷靜是要跟 會複合畫上等號嗎 不對吧 不一定啊 什麼 算了沒事 他不愛你 在一起多久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對啊 在一起一年多了啊 一年多你還想說適不適合 他真的想跟你分手 對啊 他不愛你 他不愛你 可是其實這種冷靜是 對一些人 是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像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他的 那時候的男朋友 他就是關他很擠 抓得很擠 他要去哪裡 他都要送他去 然後都要接他 也回來 回來家 然後他要跟誰跟誰出去 都是要由他決定 你不可以跟這些人出去啊 或者他們說 他們要帶我去那邊 我們要去海邊啊 或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 那沒關係 我週末我就會帶你過去 我們兩個去就好 不要跟他們去 然後就是一直抓得很緊 一直 不讓他做什麼 然後有一次他們就吵架了 然後吵得很嚴重 所以他們說 好我要冷靜 所以他回他家 就是他娘家 然後住在那邊 一個禮拜 然後男生就打來了 因為其實他住那邊一個禮拜 他就發現 哇 我這邊好自由喔 因為他現在什麼都可以做 好自由 所以那個 一個禮拜後 那個男生就打來了 好那你冷靜了嘛 你現在可以回來嘛 他就說 還沒還沒還沒 我還要冷靜一下 然後再過了一兩個禮拜 他就是一直越來發現 哇 我現在好自由 好好玩啊 就是發現 這樣子很棒 所以 那時候那個男生打來的時候 然後問他說 那你現在冷靜了沒 你現在可以回家嗎 他就說 我已經冷靜了 我冷靜到已經冷凍 變成冰塊了 我們已經沒有火了 對 然後就最後 所以我就是覺得 這一句不好 我冷靜一陣子這樣不好 如果是冷靜 一兩個小時 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 一天或是兩天 就是那個感情 可能會變成很糟很糟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冷靜一陣子 對 要嘛就是一個下午 比如說我們大家各自去工作 晚上回來家裡 再把這件事情解決 多久你們可以覺得OK 你說冷靜的時間嗎 冷靜一陣子 比如說兩天三天 三十個小時 四十個小時 一天已經太過了 我已經想好了 我覺得半天 如果晚上吵架 最晚 就是隔天早上要逃 對差不多 沒有隔天假 如果早上發生 就是晚上就要逃六 沒錯 高山峰咧 我比較久 大概兩個禮拜 我可以兩個禮拜 好久喔 可以規劃一趟小旅行 你是冷靜一陣子是完全消失不見嗎 沒有沒有 就是如果說我的邏輯 我的冷靜 我可能會說 那我想要去 譬如說去澎湖玩 或者去沖繩玩 那是規劃一個星期的時間 那我可以去玩 那這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還可以想 可能我跟我女朋友吵架 我們之間發生的問題在哪裡 我可能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好久 因為他還 很久 什麼東西 沒有 沒有 其實 其實因為我現在結了 結了婚之後呢 我覺得 以我現在所謂的冷靜 有時候是因為 就是說 如果說我跟我太太會冷戰 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跟他的生活是24小時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每天是黏在一起的 那如果剛好有一點摩擦 我們需要就是分開來 就是想 退開一步想一下的話 是需要一些空間的 那你們現在如果冷戰的話 最常會打多久 我跟他沒有辦法很久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我會覺得說 冷靜的不夠久 冷戰的不夠久 因為我們可能為了就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家庭 然後可能為了小朋友 可能為了彼此的爸媽媽 我們需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立刻 立刻又複合 把事情解決 所以事情是沒有解決的 有時候是事情沒有解決 是因為我們必須聯合起來 再趕快去做那件事情 那我很好奇 我想要問各國的型男 在你們的國家裡頭 冷戰啊 冷戰喔 不是冷靜 冷戰會是一個處理事情的方法嗎 你們使用得多嗎 就是每個家庭不一樣 但是很多我認識的 離婚都這樣啊 就是一開始 像冷靜 好冷戰 不能弄 直接離婚了 我真的有看過很多日本電影是這樣子 可能 老公跟老婆吵架之後 然後有 都沒講話 但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有一點回來的時候 老婆就是默默遞出離婚協議書 對 有 真的 真的 很多日本電影 所以這是真的啊 那是真的 可是離婚不是更沒面子嗎 沒有就是 兩個都太硬 或許就是說 沒有辦法好好講 如果好好講的話 就是剛開始吵架的時候講 已經就是一段時間 兩個人就是墨鏡沒了 而且就是人掉了 對 所以就是沒辦法恢復 戶水難收啦 戶水難收啦 戶水難收 好厲害喔 然後就是家族 然後你會開始想養對方 然後就好了 真的是國情不一樣 那 美國呢 我在美國認識的 像我 我阿嬤他們結婚了 我阿嬤阿公是這樣子講嗎 對對對 他們結婚了50 60年這樣子 然後就是 他們就是過那個日子的時候 他們又錄個影片 然後他們說 就訪問他們 就說 要怎麼在一起那麼久 要怎麼處理呢 他們都說 睡覺前 一定要把所有的問題解決 不能睡覺 把那些問題留下 所以我就是找這個方式 來我所有的 找到的對象 我都是這樣子跟他們講 雖然我們今天晚上吵架 好我希望我們今天晚上 就好好的把事情講出來 因為我們再過一天或是兩天 我們可能會一定會分手吧 在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一直這樣冷戰下去 就代表你們家庭真的有問題 對 我覺得對 少俠呢 你們這國家會 我覺得德國人用那招 像我們先休息 我休息一個禮拜 休息兩個禮拜 很多人會用這招 但是我覺得 你用到這招 已經快免救了 對 他們其實很想分手 他們 但是其實提那個 建議提那個 點子的人 他很想分手 但是他又怕分手 他會後悔 所以他說我們先休息一個禮拜 他想 就是 檢測自己一下 可不可以忍受 單身 所以他們其實 已經覺得我先單身 他們沒有說我們現在分手 他們說我們休息 但是其實跟分手一樣 對 看看 好我休息一個禮拜看看 但是生活怎麼樣 那如果喜歡 就不要再聯絡了 如果發現很痛苦 也許可能還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 久了 一定會分手 因為像我的個性 是我覺得 我們冷靜一下 是因為可能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必須要用可能 我今天工作 剩下來的時間 去思考 我們兩個這樣 是對的還是錯的 然後你今天做的行為舉止 我應該要怎麼樣跟你溝通 比較好 因為你在氣頭上 你一定會說不好聽的話 但說出不好聽的話 一定是傷害這段感情 所以沒有必要 我們就冷靜一下 但這個一下我也是覺得 就大概一天左右 就是不會多 可是男生有時候會說 那我們冷靜一陣子 或是我覺得我們關係累了 休息一下吧 但這個一下可能是 兩個禮拜起跳 他們一定搞鬼 對啊 大部分好像都是這樣 我就給我男朋友 休息過兩個禮拜 然後最後被我發現的是 他在夜店啊 玩到一個 社交網 他已經有口袋名單 然後還就是跟朋友講說 什麼告訴你 下個月生日 我就要一個做我大腿 一個做我左腿 然後手上再抱一個 就他已經玩到這麼瘋了 在跟我冷戰的那段時間 他已經把線都布好了 他該曖昧的也曖昧了 了解 這個其實我也有 有承認 我又有這樣 你看吧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這個我要結束一下 那個 我有兩次 一次 我真的玩得好開心喔 然後就說 天啊 天啊 什麼都自由對不對 從你的笑容裡面看得出來 很開心 然後呢 但是我後來發現 哇自由了 所以 我回到那個 他打電話給我 我跟他直接分手 但是呢 我有一次我真的 我也 我也有一定就是 愛過人嘛 有就是很愛的 吵架不爽 然後就是 兄弟們說 走 夜店去玩 哇 開心不起來 我還是很愛他 那時候就是 冷戰就是覺得 讓我 讓自己知道 其實我是還是愛他 我是那時候還是回來 就是也是 看冷戰 那也玩過了 玩了那段還是 是啊是啊是玩過 開心過啊 愛這個人的時候 即便冷戰他都不許找別人 但當他沒有這麼愛你的時候 他冷戰的時候就去忙別的事情 去找別人去玩了 啊對 是這個意思嗎 是是是沒錯 很合理啊 女生不會這樣吧 但是我覺得 安琪有遇過嘛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男生 他就是每一次啊 就是沒有來的跟我講說 我最近心情不好 我想要好好冷靜一下 然後不見了喔 後來我發現 他另外一個女朋友啊 就是我的學姐 因為我後來就在聊天的時候 就聊到 他另外一個女朋友 對 他是同時交往 同時交往 所以他就以 就說我要冷靜一下 然後這陣子 他就去陪另外一個 女朋友 你都不知道 然後我都不知道 然後呢 他冷靜回來的時候呢 他就來陪我 然後陪我玩的時候 就過一陣子想說奇怪 他怎麼怪怪 一直常常在冷靜 那也 那也不對啊 然後想說他到底去哪裡冷靜 所以 所以跟你冷靜的時候 他的那個不一樣的部分 不冷靜喔 這個我們 為什麼是他回答 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 沒有 其實我覺得 這個 我還可以了解 我 就是 我曾經過 只有一次 有這個問題 跟我女朋友吵架 然後想睡覺 我們想睡覺 但是我說 我們可以先把問題 講清楚嗎 他說我想睡 然後就說 我們不是已經 講好了 就是睡覺前 我們一定要把問題解決嗎 你很煩 想睡 那一天晚上 一整個晚上 我都睡不著 你知道嗎 我就是翻來翻去 翻來翻去 等到天亮了 我馬上打電話給我前女友 然後跟她說 你要不要出來吃個早餐 因為我覺得這個女生 我們到現在就是朋友 她也知道我的個性 然後就是把問題跟她講 因為 你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可能去找Mando 我也不可能去找 Justin 或是少俠 這是男生跟男生講這些 愛情的方面 可以 真的可以 你可以 沒有 誰鬼 你們在節目上示愛啊 我自己會覺得 有一點怪怪的 去找男生 他只是 他只是要伸出他友誼的手 他沒有示愛 你不要誤會 對 就是找我前女友聊天 這是非常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方式 也是啦 有時候女生會比較了解 女生的做法 而且她也只了解你 對不對 如果被女朋友知道 她跟前女友聯絡 她就死定了 沒有 沒有 就是因為她那時候 她還在睡覺啊 然後就回家的時候 她說 她說你跑去哪裡 我就說我去找 呃 八八八 你為什麼去找她 我就說 因為我生氣 我真的睡不著 我現在比較了解一下 你的 我比較了解你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可以講嗎 就把問題解決 就OK了 她這個還好 她是暫時冷靜 她不是說暫時不要聯絡 但是我必須老實說 男生跟女生如果提出說 彼此冷靜一陣子 想法是不同的 男生可能是 真的想要冷靜一陣子 好好思考 要不要單身 但當女生提出說 我們冷靜一陣子 是決定要分手 對 是真的要分手 她不會再回來了 嗯 高山峰今天要教大家 如果冷戰的話 有什麼可以打破 冷戰的小技巧 不是 你們沒有更好的人選出來講 哈哈哈哈 我通常沒有教什麼很好的步數 但是我發現啊 就是 因為我現在當爸爸 然後我有兒子 然後我爸媽生格當主婦祖母 所以呢我看到的事情呢 但是很妙耶 你爸爸媽媽可以冷戰這麼久啊 有時候那個不是 你說我跟阿布冷戰 那有時候呢 是他們的生活 就已經是個冷戰了 大家一定要聽 他爸爸媽媽冷戰了多久 二十年各位兄弟 二十年怎麼一起生活還可以冷戰啊 太難了吧 有時候那是個氛圍 你是可以活在那個氛圍裡面的 因為那個 有一天呢 我的父母親 然後呢 我還有我兒子 我們四個人要一起走路去吃飯 然後呢 那個阿嬤就要牽孫子的手嘛 然後我兒子說 不要 我要爸爸牽 他就跑來牽我的手 可是我兒子很妙 他跟我牽手之後 他還要去規定 兩老也要牽手 他很愛指揮啊這樣子 然後說那阿公要跟阿嬤牽手 那阿公阿嬤就 聽孫子的話牽手 所以就是 這四個人呢 兩兩成行的就這樣走去吃飯 然後過了兩天 我媽傳LINE給我 他的那個LINE的訊息 讓我覺得說 你是要跟爸爸離婚了 還是怎麼樣 突然有親生的念頭嗎 他就說 這個結婚二十年啊 我很高興有我們家這個孫子啊 恩恩啊 這個一切都已經足夠了 我想說 看到這種簡訊就很害怕 好像已經放心了 好像 對 好像在交代事情這樣子 對 就 我就想要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我媽 我說欸媽 你 我剛剛收到你那個簡訊了 什麼回事 他說沒有啊 我已經二十年沒跟你爸牽手了 蛤 是喔 那 他們就是 我覺得可能是 傳統夫妻 我爸可能也已經 忘了二十年 該去牽我媽手這件事情了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算不算是一種冷戰 有時候也算 我覺得有時候不是啊 老人家都是會這樣 其實我爺爺奶奶也是 冷到最後就是 冷戰到最後 我爺爺其實先過世了 我奶奶 在他過世那天說 哈哈我解脫 真的他就是有一點 就好開心喔 結果不到半年 我奶奶就走了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狀況 因為他太思念我爺爺了 有時候你覺得他是冷戰 但他其實都是愛 他並不是真的 不想要跟你在一起 或是忘記怎麼表達愛 對 這個冷戰夠久了 真的 我覺得 所以冷戰要適可而止 對不對 冷戰時間太長了 搞不好這段孽緣就結束了 什麼孽緣 孽緣兩個字嗎 這段孽緣也就結束了 可以可以好一點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二分之一牆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